大家有没有看过张继中版的西游记呢?您看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吗? 在女儿国那集,唐僧让三个徒弟来背心经,结果猪八戒跑了,沙僧赶紧也跑,一味被捕下来。 这时大圣说,知意而妄言。 就是说如果你能明白经文真正的深意,这个经你就可以不念了,可以不背了。 这就像我们在生病的时候,医生开了一副药。 当我们康复之后,这个药我们还吃不吃啊?不吃了。 法门如药,经典如药。 当你明白了经文所讲之深意,你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,这个经对你来说还有没有用啊? 没用了,就如同健康的人何须用药啊? 但对于我们这些红尘中的凡夫来说,我们各有各自的病,所以还需要这个经典来换我们的心性,来解我们的顽疾。 我们要认真的读经,从经文当中理解经文内涵,理解经文的深意,从经文当中开悟,了解宇宙人生之真相。 但是我们又不可执着于经文,不可在理解经文深意之后,还抱着此经不放。 金刚经有云,佛有说法否? 佛告知,佛没有说法,无一法可说。 但是大家确实看到了很多经典,又是佛说,难道佛在自相矛盾吗? 非也。 这只是佛在不同的语境,不同的时机,为了让弟子们开悟说的话而已。